到PBA远警看准时机进到明宅要抓的是一名31岁的许姓嫌犯 因为他涉嫌改造枪支 警方把他改造的武器一支支拿起来检视 发现他们都具有杀伤力 不止这样 接获检举发现台中一名28岁的朱姓男子也在家中自学改枪 把住家当成改造工厂 甚至警方还发现他的改枪技术熟练 像是这个罕见的名片枪 小小一个像是名片核实际却能发射子弹 还有这把改造枪他在上头装的灭音馆 这位刑事局全台扫荡在新北台中高雄华联一共逮到四名嫌犯 查扣了九支改造枪四支模拟枪还有325发子弹 事由他们全部自称都是网路自学改枪 警方料查他们四人都有正职工作全是斜杠的改枪嫌犯 像高雄这名许姓男子本身是修车厂的员工 台中的朱姓男子则是殡葬业者 其他两人则分别是保全和从事制造玻璃业 用或是透过网路上贩售的零件枪支 加上外国的影片自学 四名嫌犯都公称因为兴趣才会开始接触如何制枪 但是这些改造枪有没有流入市面 警方也将会持续厘清 不让黑枪继续泛滥 TBS新闻成人无心业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